為什麼北約前歐洲盟軍最高司令 他居然講一句話 他說你現在給中國準備十年 他也沒有辦法應付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而且他還講 裡面還提不提到 現在中國他現在不斷地換人 連這個國防部長都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準備好 沒錯 像這個北約前盟軍的 這個最高領袖來說的話 這個斯塔利·迪斯他講這句話 他講什麼呢 他講說如果中美開戰 即使給中國十年也準備不好 因為中國還沒有準備以成熟的方式對抗美國 那另外如果美方最後跟中國開戰的話 那將是不是中美之間的較量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澳大利亞等盟國 同樣會加入這一場軍事行動 那他的講話裡面來說 馬上就被中國網友大量的轉貼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國防部長 終於在經過幾個月的玄學之後 出來了 他叫董軍 董軍是原本的出任海軍的這個 原本是海軍的這個司令員 他現在出任中國新任的國防部部長 所以中國好不容易 他玄缺已久的國防部長 我捕食了 我身上了一個海軍上來的董軍 結果這個董軍剛剛上來 美軍就跟你嗆聲 給你十年也不夠 對 那為什麼美國會這樣講呢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看到這個中國最近的軍方的 人事異動 你大家也覺得這個國家真的能打仗嗎 保杰就在12月29號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人大 人大常委會的時候 有一個公告 免除了九位的這個人大代表 這九位裡面來說話 保杰 丁來航 他是這個曾經擔任過這個解放軍的 空軍司令還有上將線 然後李玉超 李玉超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被抓走火箭軍的上將 他目前為止人不知道在哪裡 周亞寧他也是承認火箭軍的司令 李傳廣也是火箭軍的副司令 呂鴻火箭軍的這個裝備部部長 張震中來說的話 火箭軍的副司令 然後張玉玲來說的話 是國防大學非常重要的這個 裝備部的人員 然後這個饒文敏來說 他是裝備部的這個 發展部的副部長 還有這個余新春 他是什麼 他是海軍的這個重要的這個官員 所以你看一大堆人全部 九個將軍全部都被免除了 但是你這樣子講 火箭軍根本就垮掉了 對 火箭軍 然後也牽涉到海軍 還有後勁裝備司令部一大堆 雖然這這麼多人 如果一個國家這麼多人 這麼高階的軍官 同時都被免除 你覺得這個戰鬥力 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根本不用講 不是只有這些高階軍官被免除 最近很多 我們知道中國是所謂 軍工複合體對不對 軍工複合體因為 他有非常多的這個民營企業 看字民營企業 其實是軍工一起的 你看譬如說最近 還有什麼中國航艦科技集團 的董事長吳彥申 他也被免除了 中國兵器工 兵器工業集團的董事長 劉思泉被免除了 然後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副總經理王長青 被免除職位 這幾個要嘛就是幫中國 做這個重要的武器的 要嘛就是做重要相關的 航天系統的 全部都去指 所以不是只有軍銜 連這個合作開發武器的 軍工產業的 全部都倒了 那你根本不用講 還有一個什麼 胡問民 這個中國船部重工的 這個前董事長來說 他最近被審判了 他最近因為貪腐 然後被判這個 13年的這個徒刑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貪腐約莫是大約 約莫折合新代幣是2.6億 那你根本不用講 他還牽涉到泄密 泄密還沒有判耶 那連這個中國船部重工的 副董事長也被判刑耶 所以現在等於是 中國道理是 每一個體系 要嘛就是貪污 要嘛就是泄密 一大堆的這個狀況 那你在這胡問民 他泄密什麼 他泄密很嚴重 因為他是 山東號研發的這個總指揮 山東號 對然後還有包括遼寧艦 他也是這個莊烈工程 尖石 還有C919 對 胡文敏都是重要人物 結果他涉嫌泄密耶 所以那是 中國不是只有這些火箭軍在泄密 這些重要的官員 最重要的航天集團 也都在泄密 都在泄密 所以為什麼這個美國的 這個北約盟軍的前 最高司令他會說 你根本就不是對手嘛 因為我們現在 給你10年準備 你也準備不好嘛 因為你裡面的貪污腐敗啦 泄密的一大堆的這個狀況 好 所以董事長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 剛剛就職 結果美國前司令就在講 你給中美開戰 給你10年準備不好 現在就跟你講 你現在這些高階的將領 現在也被清算的太快了吧 這一波的這個清洗 主要是火箭軍的清洗 火箭軍原來就是他的 整個解放軍的骨幹 骨幹包括他前任的這個 李尚福國防部長 對 他最損失最慘重 就是這個國防部長 這個國防部長是他 等於是他習家 習家軍的這個核心幹部 他整個的概念裡面 中國是要全世界有力量 有能夠跟美軍作戰 就是靠火箭 就是反句子 就是用這個啊 對 然後現在搞的 這個裡面到處是間諜 要怎麼辦 裡面貪污一大堆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變成說人人自為啊 最害怕的是誰 習近平自己本身啊 他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人啊 那現在突然間 我們也不知道這個董軍是誰啊 就突然間搞了個海軍 連你都沒聽過 今天沒聽過這個人 他們本來軍方的司令啊 有一些人會有名單 會有 會有 會見報 會見媒體 但是這個人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就突然間貌似這個人 你對中國是非常熟悉的 你都沒聽過 就是說他是個海軍啊 那海軍的將領啊 海軍以數量來講的話 以這個 這個這個 以這個兵種的這個特性來講的話 在中國的海軍啊 要能夠當上國防部長的 我好像還 前面是 很少 還很少沒有聽過 就是劉華欽是他的海軍之父嘛 他劉華欽也是陸軍出身的啊 對 所以說感覺起來 這個是很奇怪的一個安排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最近的人事安排 都有一個特性 全部是在翻新 用不斷的在提拔新人 但這句話怎麼講 他對老人不信任 包括他的 不是說軍方而已喔 包括他過去的 所謂的之江新軍 對 包括他的福建的一些 福建的老幹部 是 他兩個來源嘛 一個是福建嘛 一個是浙江嘛 浙江 他這兩個人 他通通 你看到最近又開始 慢慢的淡出的味道嘛 都不太用了 都用一些新的 就是學界出身的啦 或是產業界出身的啦 像最近這個 新疆省委書記 他就是新的 這原來是兵工系統出來的 一個學者專家 然後最近這個人 要調去接這個 接他的這個 接他的大秘嘛 對 到他的這個 到中央了嘛 所以他這些的動態的情況之下 你就發現說 他對人跟人的信任 產生非常大的危機 沒有可信任的人 他對這些 目前他的之江新軍 跟他的福建用的人 開始產生大量的汰換的情況 這是習近平的困難 他現在用到無人可用 然後因為他問題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呢 經濟非常困窘啊 問題這些所謂的 過去的老幹部 完全是舊思維 根本找不出新方法來解決問題 當然軍政解決問題主要是中美關係 現在全部都困在這裡 所以目前陷入一個人事上的窘境 跟國家發展上的困境 習近平他大力的整頓火箭軍 而在整頓火箭軍之後 出現一個非常速殺非常恐怖的氣氛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 特設醫學中心 他雖然是火箭軍 但是醫學中心照理講 他的速殺味應該不是很重 他的整個軍事味道應該不是很強 可是我們來看到這兩句話 這是新鋼印上去的 泄密坐牢 賣密殺頭 你如果把這個不小心把秘密洩露出去 你是要坐牢 可是如果你是可以把這個秘密販賣出去 你要殺頭 那只是單純的警告嗎 我們在看到了 PLICO雜誌裡面特別提到 習近平現在進行一個清洗 是什麼清洗 史達林式的清洗 我們知道史達林什麼 你講過一句話 死一個人那是一個悲劇 可是你只要死一百萬人那只是一個數字 所有的人死亡對他來講都是無足輕重 現在難道習近平也在做這樣一個動作嗎 甚至他特別提到了秦剛 他說秦剛已經死亡 秦剛已經死在了解放軍裡面 整個中國高幹住的醫院裡面 他說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他是自己 第二個他是被虐殺而死 是時候有這麼可怕嗎 沒錯 彭力對我雜誌 在這一期的這個報道裡面說什麼 他說習近平目前為止 正在中國展開類似於 之前蘇聯時代史達林的大清洗 為什麼 針對所謂的反對他的這個分子 甚至是不愛國人一起大清洗掉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掌握到的清洗是 為什麼他會展開這個大清洗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六月的時候 俄羅斯的這個副部長 外交部長魯登科去訪問 中國的時候 發給習近平很多資料 他說你的這個火箭軍的高層 還有你們的秦剛 你們揭露很多你們的資料給美國 射別裡面涉及到 中國在發展核武還有火箭軍 非常重要的資料 你說這個情報來源是來自俄羅斯的 是俄羅斯的外交副部長 對好 那魯登科爆料之後 習近平就展開清洗 清洗裡面來說 他報告裡面寫得非常清楚喔 你看 Two of these people claim the chin 就是也就是說秦剛 這裡面有一個叫秦剛 dead 就死了 他說 either from suicide or torture 就是要嘛他就是自殺而死 要嘛就是虐待而死 所以他報道裡面就說 秦剛已經在七月下旬 他已經過世了 太可怕了吧 對 好 那他當然講 我們就講 如果你順著這個邏輯來說 真的耶 抱歉 從六月多開始的時候 你不知道 包括說火箭軍一系列的人 什麼李玉潮全部都被抓了 一堆人不見了 還有人在家中自己上吊過世對不對 對 還有很多人你看最近呢 又被追出來什麼 你看王少軍 王少軍是誰呢 他之前是在負責這個 習近平的保安啊 你看 習近平在掠冰的時候 他就坐在這個地方啊 欸 導播你看到 這個位置叫什麼 我們台灣叫做龍頭 對 也就是說今天 我的所謂的警衛軍 或者我今天的所謂的特勤中心 對 坐在這裡 是龍頭的位置 龍頭的位置就是 我是所有保護習近平一個 最重要的位置 對 他擔任過 中央警衛團的團長 就是他這個幾乎是 他貼身的這個保護他 就是他 結果沒想到他也過世 為什麼被過世 有人就說 他也是死的不明不白 就突然之後 而且他過世之後 一個月之後消息才傳出來 對 那你根本不用講 而且他的理由什麼 醫治無效 對 你得什麼病 為什麼得這個病 對 他都沒有交代 對 只是說 他兩三個月前已經過世了 過世的原因是 醫治無效 好 那除了這個秦剛 還有這個王少軍 王少軍是那麼貼近於 習近平的一個人之後 那也不難解釋 為什麼前一陣子李克強也過世 所以人家就說 如果你把這個 政治雜誌的報導裡面來說 連得非常清楚之後 西方 你只要跟西方很連結很深的 搞不好在這一波裡面 可能全部都會中獎 要不然你就是被人家處決掉 對 李克強也被認為 他有可能被暗殺的 他也是跟西方世界還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就講 我們就講 這一次的這個魯登科裡面 他洩漏什麼 他就是說 你們中國火箭軍 跟這個西方世界有非常多聯想 所以我們這樣 火箭軍最近不是一大堆人被查嗎 包括說像李玉超已經被查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不只是查李玉超 倒查周雅寧 魏鳳和還有李尚服 甚至還有參謀 包括張軍祥 李傳廣 然後李軍 李玉超 孫經兵 全部都被查 甚至還有什麼 這個所謂周雅寧 吳國華 吳國華就是我們講到 他在家裡面 這個刺激身亡的 還有張正宗 你看一大堆人全部都被抓 全部被抓的時候 寶杰 你知道 為什麼這件事引起大家注意嗎 你看 這主要是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不是在去年 有一個81的 報告圖 美國的那個 對你的這個火箭軍的報告圖 他把你的組織畫得非常清楚嘛 結果我們現在還知道說 因為當初美國的這個寫裡面來說 他有幾個不知道 他有幾個不知道 但是現在為止來說 他已經把這些拼圖 都已經弄出來了 因為這個紅色的部分就是 現在已經被調查的 失蹤的 美國作件被調查 或是已經落馬了 你看司令員已經不見 當時美國的報告裡面 還有政委這個徐忠波 還有副司令這個李傳廣 還有副司令這個 所謂鄭正宗 然後還有參謀部的這個孫清明 還有另外一個是被 裝備部的副部長劉光斌 還有一個是裝備部的副部長 李同建 這麼多人 所以這樣美軍的報告裡面 這麼多人完全都被抓走了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看這個有幾個事情 第一個 美國知道你這麼詳細 欸這個下面的官員我都知道 所以就是說一定是有人洩密給他嘛 洩密給這個美國 美國才會知道這麼清楚嘛 那美國做出來的地圖裡面 現在幾乎全部都被已經 團滅了一個狀況 所以呢最近人家就發現到在 火箭軍的這個醫學中心外面 不是火箭軍所有的進出口 對好那出現什麼字呢 保險像 洩密坐牢賣密殺頭 所以這樣這個字是原本過去沒有的 現在就把它弄出來 所以本來 本來只有罪駕入行 因為這是門口 你是開著車進去的 對 開車進去以後我就告訴你 如果是喝醉酒駕駛你要坐牢的 對 可是現在沒有牢 更嚴重的是你洩密跟賣密 對 是要殺頭的 對你看洩密是坐牢 那賣密是殺頭 所以為什麼這個行鋼會被處決掉 因為搞不好你就是賣密給國外嘛 所以他裡面有一個形容說 現在對習近平來講 四面都可能是敵人 沒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習近平才知道說 原來那麼多人跟美國 或是西方世界都有關聯 好 那我們就講 這一次起源是誰 起源是魯登科 魯登科那時候 六月他來到這個中國訪問 中國訪問的時候 寶傑那是很有意思 因為那次魯登科來的時候 秦剛還接待他 是秦剛接待的 也就是說 秦剛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就是跟魯登科見完沒多久 之後就消失 結果沒想到那一次魯登科 所以這是秦剛的最後一次露面 是的 他接見魯登科 等於說接待魯登科之後 他就人間蒸發了 對 那就現在人家在報導 才知道說 原來魯登科那一次來 因為他也是突然之間就去了 突然去了 突然之間去了 原本那時候我們還想說 他是不是為了什麼 下這個烏克蘭要展開反攻 準備去求援 結果現在才知道說 不是 他是突然安插這個行程去的時候 然後這個秦剛還接待他 接待到他見了習近平之後 聽說他Pass大量的資料給習近平 他就直接說 你的這個秦剛 還有你們火箭軍的這個高級官員 親屬了幫助中國 幫助美國把中國核機密 傳遞給西方的這個情報機構 所以就說 那習近平知道說當然馬上 我們講他接見魯登科 沒多久之後秦剛就不見了 秦剛不見之後 同時伴隨了火箭軍大量被查 所以如果你用Politico報導說 這似乎還真的是時間點都連得上 而且這張照片太可怕了 秦剛在接待魯登科的時候 兩個人還談笑風聲 是 沒錯 還非常的親切 結果魯登科一來 秦剛就不見了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我們就講嘛 後來不是一大堆被 當時的中國媒體還說 這個是為什麼 這個秦剛之前 傅小田 有傅小田的關係 但是事實上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牽扯到 把機密洩漏出去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 因為一路往上查 那個李玉超什麼 一大堆人被查之後 結果後來不是到了這個 約莫是幾個月之後呢 李尚浮也不見了嘛 李尚浮也失蹤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現在完全都連得起來 原來都是跟火箭軍 都是跟火箭軍有些關係的 那甚至在 我們講7月24號的時候 不是就說嗎 這個王紹軍三個月前 就無限 這個因為治病 無效醫治 然後就過世了 然後秦剛7月底 就過世了嘛 對不對 然後7月25號的時候 他被免去了這個外交部長 然後保留了國務委員的 這個身分嘛 然後原來 他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他就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可能他人就已經不見了 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習近平剛剛講 我們的整肅都是對手 是 他現在是全面整肅 現在剛剛講 連我提拔上來的親信 對 也都在我整肅範圍 沒錯 你看他就用這樣子 enemy everywhere 就是到處都是 enemies 也就是什麼 因為目前習近平 已經相當相當緊張 那為什麼相當緊張 事實上我就跟他講嘛 如果你對照這個魯登科 6月的時候 去這個中國訪問的時候 給他這些資料 那麼到今年夏天的時候 不是嗎 這美國的這個博恩斯不是有說嗎 對 我們中國 我們在中國的這個情報網 已經完全已經幾乎是中斷了 對 但這幾年我們建立了非常 取得了進展 然後我們在中國 擁有了強大的人類情報能力 他想說你講這個話幹什麼 我不是情報能力 對 是強大的人類情報能力 對 我不是只有衛星跟監聽 對 我是用人來做情報 也就是說他有非常多的可能 就是泄密者會提供給我們資料嘛 所以你對照美國博恩斯的說法 還有魯根科 還有政治的做法 你就說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也就難怪你看 另外他就還報導 另外不想預兆就是 李克強促世嘛 還點名李克強 對啊 你就知道 他有全世界最好的醫療條件 怎麼會突然之間呢 因為你知道 因為心臟病發作 就是這樣 所以人家就說 這就是一個不好的訊號 也就是說習近平可能會 把這個處理的這個所謂人員呢 他的這個階層會往上提升 甚至還有什麼呢 Politico還報導一件事 他說有一個英語流利 然後經常參加國際協會的 外中國的高級金融官員 結果他告訴這個Politico雜誌說 我以後可能再也不能夠去活動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呢 我們可能隨時都被調查 結果他講沒多久之後 他就說他也被免職了 那個也不見了 也被免職了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可能 然後這個Politico的說法是說 他可能因為跟西方世界太過親密之後 可能未來可能也會有被調查的可能性 所以整個中國風聲鶴唳 對 沒錯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在今年的這個 11月29號的時候 當時人大常委會有公告一個 第9號公告 就是說這個他們有一個 這個被駐京的這個代表部隊 叫李同健 因為涉及違法的違紀 還有職務犯罪被免除了 可是這樣免除這件事情裡面來說 保險這樣 他們常委公告裡面 第9號這個第9號不見了 也就是說他們還不敢 不要公告這些東西 而且人家確定他真的就是 真的李同健就是真的已經被 他原本是代表的名單 沒有了 結果他也被拿掉 所以就到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還是持續在 清洗所有的高官 還有清洗所有 我習近平認為你對我不忠的 或是跟你跟外國有勾連的 我全部都要讓你下台 現在有關秦剛死亡的消息 越來越多了 現在居然講說 他什麼 他是被等於說剛剛講的 都一樣 他是被俄羅斯的副外長 魯登科告訴他說 告訴習近平拿到了 秦剛出賣火箭軍資料的這個訊息 出來以後 他就被抓起來 抓起來了以後 居然是什麼 他被嚴刑拷打 嚴刑拷打 出手太重了 去住院 住院了以後 防消息外露 居然直接給他打清化架 沒有錯 關於這個秦剛的死亡的事件來說 現在越來越多資料被爬輸出來 抱歉 我們就講6月25號的時候 魯登科不是來到這個中國嗎 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到底給了什麼資料呢 傳言是這樣的 傳言是因為這個李玉超的這個秘書 謝信秘書 他用Telegram 把資料傳到這個美國的這個 李玉超的兒子 No not Telegram 火箭軍的司令李玉超 他居然用Telegram 傳這個資料 他的秘書 他可能要給他兒子 然後就等他秘書傳給他的兒子 那傳給他兒子的時候 因為Telegram 因為想說Telegram安全 是秘密嗎 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知道嗎 Telegram在2014年的時候 因為Telegram 目前為止的所有人 被這個所謂 這個普丁 一個秘密的 一個富豪朋友掌握了 雖然這些資料 其實這個俄羅斯 已經可以掌握了 所以俄羅斯可以穿透Telegram 對 去掌握裡面的訊息 對 所以就是說 他把這個資料 Pass給了這個習近平 那習近平當然很生氣啊 其實很生氣的時候 馬上就把這個 這個秦剛抓了起來 而且聽說 還抓了 同時間抓了火箭軍 很多的將領都抓了起來 李玉超等等的 那當然一開始 就要問出東西來嘛 結果聽說呢 嚴刑拷打 人家媒體的報導是說 因為他是書生 他沒有接受過這種嚴刑拷打 秦剛賣不住 受不了 然後就去住院了 那住院了 那嚴刑拷打的過程裡面 聽說了 傅小田也被抓起來了 那傅小田被抓起來的時候 也是等於是用傅小田威脅秦剛 那同時之間呢 還把他們兩個傳言之間的這個 傅小田不是有說 他有個兒子叫Ear King嗎 對 也把他抓起來 把Ear King都抓起來 就是用這個來威脅這個秦剛 那秦剛就講完沒多久之後 他就真的受不了 那後來問完了所有的資料之後 就說好 那請問秦剛你是想要怎麼死亡 你可以自己選擇 所以聽說呢 是秦剛自己選擇說 那我要用這個藥物注射 所以就用氫化甲打到他的身體裡面去 打進去之後呢 聽說他在當時的時候 就已經腦幹 這個已經 這個腦幹麻痹就死亡了 所以死亡的時間是在7月14號 就媒體的 曝光的時間是在7月14號 然後呢 7月25號的時候 他才被免去的這個 外交部長的這個狀況 那聽說同時之間 被他同時間用這個氫化甲打的時候 除了他之外還有10名將軍 也同時就這樣過世了 火箭軍都這個樣 所以那當然了 目前為止媒體的報導 是不斷的露出來 但是關於秦剛的死亡來說 似乎目前為止 所有的媒體都指指說 他可能真的在7月14號的時候 那一天他就真的已經過世了 對不對 一開始 Plektical雜誌去報導秦剛的死亡的時候 大家還半信半疑 可是現在全世界的媒體都更進來了 而且越來越多的消息 他是打氫化甲死的 如果說內容那麼繼續迷移的話 應該是八九不離十 應該是的確秦剛的確出事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美國這個媒體 其實故意放出來的時候 應該中國大陸要馬上澄清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 沒有澄清 消息完全沒有 而且呢好像也默認這件事情的 陸續續續的發展 所以比如說當時傳出 傅小田這件事情的時候 中國的官方也沒有去否認他 那現在來講傳出死因來講 而且重點是一件事情 秦剛他這個人本身就是 習近平親自拉拔長大了 那現在來講 他身上有可能太多機密了 而這個機密可能會 動盪國本 或是危急中央的情況之下 死的確是一個 真的解決方法的一個問題 一了百了 對 因為隨著他把機密 帶入棺材的情況之下 以後就沒有人可以被撐處了 所以到底這個事情 會不會延燒到習近平本身身上 或者延燒到其他的軍官 或是其他的將領的身上 剛好大家的唯一共識 可能是那你就一走了之吧 那只要把秘密 帶進棺材的情況下 才可以維護黨的紀律 跟黨的這個 而且他寫的巨星迷子 講說秦剛被刑囚 所以他才有一個被 這個打死 他說打到他受不了滿身嗜血 對 那如果是這樣 當然巨星的內容來講的話 有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假的 但是看起來我的評估 不是真的機會是比較大一點 那現在來講的話 引而不發 也就是說包含像李尚福 李尚福也沒有出現 李尚福到底能去哪裡 那照道理講 現在所有的媒體 都在報的情況之下 至少要出來像馬雲一樣嘛 馬雲那時候也是出來 讓大家看一看說 我人狀況沒有怎麼樣 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因為這些事情 秦剛之所以下台 是因為什麼 不是因為他傅小田的事情 而是因為有可能 洩漏國家機密的問題存在 那這種判國罪也好 或是洩漏國家秘密 到最後還是死刑啊 你到最後還是死刑啊 用這種死來幫忙協助 共產黨的其他所有人 避免說所有人 很多人就被干涉到 因為現在 很多先生 秦剛死了 只是你說有人說他在天津 有人說他是北京的三菱醫院 那死亡的時間 有說7月14號 有說7月17號 但是剛剛講到的 死亡的訊息是非常一致的 對 這也就代表說 所有的訊息來源 可能都指向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說黨中央要你離開這個人間 那你就不得不離開 那把所有的機密帶進棺材嗎 所以董事長 這中共內部有這麼術殺嗎 有這麼恐怖嗎 剛剛講那個是進行史達林市 史達林那是數百萬人人頭落地耶 不過我覺得這個新聞這一次出來的 最重要就是秦剛死亡 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火箭軍 不知道某些高 某位高官 他並沒有真正透露名稱 問題是說這個情報 怎麼會漏到美國的媒體身上 那美國媒體為什麼這時候 要把這個東西公佈出來 為什麼 就是這個中心是他們內部的鬥爭 或中美之間的交涉的一些 奇怪的事情發生 對 那這個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說看起來 我們都認為了 習近平的情況已經穩定了嘛 到底是不是穩定了沒有 而且中國的經濟的衰退 有沒有影響到習近平的 這個中央的這種掌控的能力 有影響嗎 一定有影響 是程度問題 就是說這個 認為每一個政權 應該這樣講 每一個領導人 自古以來 這個領導人所花的時間裡面 百分之七十的時間 都在防止背後的要暗算 對 三十在做事情 七十是要暗算 這個是歷史的必然嘛 所以習近平花了大部分時間 也是在防後面的暗算 對 但是現在比較有趣的是 新聞在哪裡 是秦剛 秦剛這個當外交部長 完全是因為習近平一個人 不是法主 對 他本來的外交部長是誰 你知不知道 是樂玉成 樂玉成是何許人也 俄羅斯專家 新俄派 俄羅斯專家 所以如果按照今天的政治結構的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俄羅斯要交往的話 應該是他們的關係非常密切 應該是由所謂的這種知惡派 親惡派 親惡派的人跟他們密切的交往 這個國家的聯盟的關係 會變得更密切 結果樂玉成下馬 用了一個親美派的 對 這個親美派的上來之後 他是先駐美大使 再跑到美國 再跑回來 外交部長 主導當外交部長 而這個事情的拍板 全程完全是由習近平一個人拍板 對 你現在搞到這種事情 搞到今天秦剛身故 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代表秦剛被滲透了 這個很嚴重啊 而且是俄羅斯告訴習近平的 為什麼俄羅斯要告訴他 俄羅斯當然告訴他 因為這個親美派把這個幹掉 因為這個秦剛 如果當外交部長的情況之下 對 他一定會在任內去阻擋中共 去圓俄這個事情 會這樣嗎 當然啊 我是美國派的嘛 我是親美派 我親美派 我是資美派這樣好 好不好 我當然不希望說我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提供太多的援助去幫助俄羅斯 對 讓他對美的工作產生障礙嘛 障礙嘛 他當然不願意 所以把秦剛幹掉這個事情 是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對 也符合現在俄羅斯戰局的這個利益 也符合中美關係緊張的利益 我覺得從政治上來看的話 把秦剛幹掉是對的 本來就是秦剛就是 可是秦剛這個很尷尬 結果搞得變成說要自殺掉了 這自殺就不是說一般的 把你拉下馬的問題 對 表示他真的已經早就被收買了 而且這個收買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很惡劣的 這很惡劣的新聞啊 這個非常惡劣 你想想看 他這一波的清洗 從外交部 你看這些只叫大官 還有火箭軍 火箭軍 那我今天問你火箭軍更妙了 火箭軍你拿到這個情報 你為什麼叫你的空軍學院 去把它公布出來幹嘛呢 對 如果你今天美國做的情報 知道有你這些部署以後 偷偷摸摸藏的就好了 從地裡面 對 打仗拿出來用嘛 沒錯 我幫你公開啊 公開是幹什麼 公開是政變嘛 他把你扳倒你這些傢伙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裡面的鬥爭的關係 我覺得有很大量的 是跟他本身的 就是所謂的江湖時代 對 所留下來力量的纏鬥有關係 他不是一個很單純的說 美國人是CIA做個情報 所以他是想鼓動裡面的政變 他是本身是中共的人員 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內部的一些的權力的矛盾 對 要產生的一些鬥爭 那這些鬥爭 確實目前來講的話 跟各個地方上你都可以感覺出來 因為看起來來講的話 你看他的人員 他用很多新的人 什麼滋江新 什麼浙江派的 什麼福建派的 都是莫名其妙新的人 那這些新的人 他相信嗎 變成他原來怎麼上去的 他原來是所謂的紅二代挺他 對 通通都全部殺掉 全部殺掉 怎麼 全部通通不用 那他的權力基礎在哪裡 對 就是完全靠他自己的有 政府的機制有效的去控制嘛 萬一他控制去鬆散的話 這個政權就有問題啊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脈絡嘛 因為他原來的基礎是紅二代 現在沒有 現在說他一個人 他就一個人幹 那一個人幹那種情況之下 他怎麼控制這個國家 什麼國家怎麼運行 所以這些等等背後的一些的 更深層的問題 我覺得西方在密切注意 而且西方根本就是要放火 跟你亂中加亂 這個 這個不光是添亂而已 他這個消息有很多很複雜的因素 因為秦剛一個人當部長 絕對不是習近平一個人叫他幹什麼 一定後面有人保吧 那保的人是誰嗎 完了 都有保的人 保的一些也是通通脫下水啊 所以後面有第二波第三波的信息 會再繼續再繼續 中國央視今天公布了他們的 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的一個死訊 而這個訊息出來以後 震驚了全世界 大家覺得並不可能 為什麼呢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這是他八月的時候 他到了莫高谷去參訪 莫高谷參訪 我們知道那個地形是高高低低 你要爬上爬下 在這個爬上爬下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 李克強整個過程裡面神色之弱 他沒有任何喘氣 沒有任何的不適 而且他的體態 他的表情 感覺上都非常的健康 一個在八月的時候 還整個滿臉非常的紅潤 非常健康的人 你怎麼可能兩個月後 你就告訴我說 他因為心肌梗塞而往生 而我們知道 中國對於高官的健康 是嚴密管制的 是嚴密的保護的 李克強68歲 雖然已經不年輕了 可是我們查出了 最近這幾年來 中國的高官 從來沒有這麼年輕而往生 而且更特別的是 他是在上海發生事故 而在上海發生事情的時候 竟然沒有送到當地最好的醫院 所以這種種有非常多的跡象 央視今天上午8點的時候 正式宣告了李克強的一個死訊 為什麼你講說 他宣告的一個時間 還有他今天的身體狀況 他的這個歲數 對 跟中共過去處理這樣的事情 對 完全不一樣 而且今天早上最震撼的消息 就是央視證實了 這個李克強過世的消息 哇 全世界都非常的驚訝 為什麼 他過世的時候68歲 他就覺得怎麼有可能 人家就說什麼 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正國級的領導 要這麼年輕過世都很難 為什麼 你知道中國的共產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平均歲數過世的時候 90歲 他居然只有68歲就過世 你說中國這個正國級 對 也就是他這些大佬 對 過世平均年齡90歲 90歲 他68歲就過世 那你知道這是約莫 從改革開放以來 最年輕的正國級 或是說 進入中央常委裡面 過世的 他都是最年輕的 而且死得非常突然 對 而且他今年才剛卸任 才卸任不說 欸寶姐 現在大家在網上 傳一個畫面是什麼 他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二十大的時候 胡錦濤被架走 被架走的時候 他不是後來呢 拍一拍李克強的這個 證明 那李克強也沒有說話對不對 剛剛那一年 他過世了 那還有什麼詭異的事情嗎 寶姐 他死亡的時間點 是在今天上午的凌晨 凌晨的十分鐘的時間 這跟誰死亡時間點 跟毛澤東的時間 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還有什麼 因為他說他死於心臟病 他是在昨天併發心臟病 照理說 而且他剛好那麼湊巧 就在上海過世 寶姐為什麼在上海 如果在北京來說 北京有非常多軍醫院 301總醫院送到那個地方去 絕對是OK的 可是他偏偏人在上海 人在上海之後 然後送去一個曙光醫院 明明旁邊有更好的 瑞金醫院中山醫院 沒有送 就是送到曙光醫院 然後送到曙光醫院 然後就過世 然後過世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很奇怪嗎 因為他這個凌晨過世的時候 八點馬上就發快訊 過去中國 以前沒有這麼快的嗎 中國可能都會稍微整理一下 對他的評價 然後發個曝文出來之後 怎麼評價他 譬如說偉大的什麼 這個馬克思組 主義思想的過世這樣 要把他定調 對沒有說沒有定調 就直接說他過世 然後過世之後就說 普告後發 就這樣 所以你說以前我在宣布 指訊的時候 我的普告已經同時發佈 這個普告就是 你對黨有什麼樣的貢獻 你有什麼樣的歷史評價 還有我們怎麼樣來看待 你這一生的功過 譬如說前一陣子 江澤民過世的時候 他們就普文是同時出來的 他就沒有這樣 那之前還有另外一個 被人家認為說很類似的 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 胡耀邦當初過世的時候 也是先說了 而且他當時也是 心肌梗塞 大面積心肌梗塞 過世之後發了 發了這個 先發他死亡的消息 然後也是普告後發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這麼重要 他們都曾經 胡耀邦當初是被鄧小平整肅的 他曾經擔任過中共的總書記 然後還有這個李克強這樣 他們都是普告後發 也就是說很具有爭 中央認為你很具有爭議性 所以普告這件事情 我們先後發 但是你死訊 我一定要趕快把它爆出來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引人注意呢 因為最近太多人過世 太多人下台 或是太多人被整 而且剛剛講的 最近習近平 殺氣騰騰騰 換人 然後最近整頓誰 整頓許家印 許家印現在被囚禁起來 聽說他共出 他現在中共定調 他虧空7.7兆 然後他說 他跟很多什麼政國籍 現在全部都要對付這些人 他共出很多人了 然後還有這個最近不是 對我們郭董查歲嗎 你看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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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今天突然冒出來李克強過世 你就覺得這裡面 你聽下去你都覺得毛骨悚然 而且我覺得最不合理是 但是我們當然講的 8月30號的時候 我們還特別報導了 8月30號的時候 他出現在莫高窟 剛剛講 神情輕鬆 顧慮輕盈 剛剛講說 你要注意喔 我特別注意 你知道嗎 你如果有心肌梗塞 突然有肥胖的問題 你看到嗎 他完全沒有肥胖的問題 他的肚子 其實非常緊實 而且你看 他的神色是輕鬆的 表情是自然的 怎麼可能說 你到8月30號的時候 你要莫高窟 剛剛講莫高窟是要爬上爬下 沒錯 你在爬上爬下的時候 臉不紅親不喘 然後再過兩個月 你跟我講 他心肌梗塞了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是8月30號的時候 他到莫高窟去 然後到莫高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去到莫高窟 你就知道 他的石窟是上上下下 所以他其實在上面是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走 那你可以看到 他跟群眾揮手的時候 沒有怎麼樣啊 看起來身體還不錯 而且當時很多群眾 還跟他揮手 總理好總理好總理好 這樣 可是保險知道 這個詭異在什麼地方嗎 第一個 這個畫面 從頭到尾 他們中國中央從來沒有爆過 這些畫面是在什麼地方 是共青團曾經有出現過一下子之後 後來就把他嚇掉 其實現在為止你在中國 找不到 是找不到這個畫面的喔 那為什麼 因為當時就有人說 你出來是不是要登習近平 互相的嗆聲 什麼嗆聲 因為北戴河 習近平不是被盯了滿頭包嗎 被盯了滿頭包 那時候就有人說 他們元老好像是要什麼 禮上席下 那你又出來這個時間點 所以為什麼中央從來沒有爆 這個時間點是相當詭異的一個時間點 他出來的時間 所以說雖然李克強已經下台了 對 但習近平對他還是非常忌憚 當然好 那我們就講嘛 這到底詭異在什麼狀況 好 我們就講他過世 因為現在有越來越多消息是說 他可能在游泳的時候 突然之間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的時候 然後旁邊有水護把他拉上來 拉上來去送醫 送醫來說 抱歉 他現在送到的是上海曙光醫院 然後還有中山醫院 這個其實還有瑞金醫院 瑞金醫院是中國非常好的這個醫院 他其實都還比較近 可是他都不送到那邊去 偏偏把他送到一個曙光醫院去 那曙光醫院來說 然後就沒有搶救過 所以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對 那很多人就說 上海啊 這個過去是什麼上海幫啊 然後他去那個地方 然後跟上海幫互相勾結 可是寶傑你不要忘記喔 前一任的上海所書記是誰 李強 是現在的總理 他在這個地方 他上海也算是他的地盤 他怎麼那麼剛好 他來上海之後 然後就死了 所以說很多很多的 太多謎團了 都讓大家覺得根本不可思議 而且更怪的是 剛剛講的 你今天是 你是凌晨十分 十二點十分 對 你過往生 往生你早上八點就公佈 對 八點公佈之後 連普文都還來 普告都還來不及發 普告來不及發 照講你已經往生了嘛對不對 那日本大使館 就發了一個哀悼 發了哀悼以後 更怪的是 李克強同志逝世 結果他所有的留言 都被刪除 沒錯 剛才寶傑講到的是 日本駐華大使 發文嘛 發文之後很多網友去留言 留言之後 結果沒想到 沒多久之後 中國就把它屏蔽掉 另外還有包括什麼 你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去找李克強的所有東西 來說話 他很多東西都已經沒有了 李克強的東西都被死 過去資料完全都沒有 你看李克強都沒有了 只有這個李克強同志逝世 所以其他都沒有 所以就是說 現在為止來說 不讓你在網路上說 李克強到底是什麼 我可能要留言來說 大家都覺得很詭異 這個微博馬上 他就跳上熱搜第一名 可是講了 你好像也不太能夠討論 你只能夠看看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只能討論 或者拍板地案 確定李克強死了 李克強往生了 他對習近平再也造不成威脅了 而且你今天的團派 已經被團滅了 你沒有任何的政治力量 可以跟習近平抗衡了 然後我剛剛講到 你只能討論這個部分 可是對於李克強以前的攻擊 人民跟他的互動 他過去的一些行為 他過去的一些照片 全部都沒有 對 都沒有 好 那為什麼我們說 他68歲死亡是很特別的 第一個 那中國的高官 他們是怎樣對待 第一個他們平常的時候 當然住得非常好 然後他們生病的時候 都有他們特殊的病房在這裡面 而且都有各種各式各樣的VIP的病房 正常的VIP病房 這些都是領導才能夠住的 然後你知道 而且他們還有特工 什麼叫特工呢 而且他們喝的水 他們吃的蔬菜 他們用的什麼任何的 吃的肉什麼 都跟我們不一樣的 他們都是有特殊的部門 弄給他們吃的 而且都是營養師會有調配 所以他們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呢 營養師都會幫你調好 所以他吃的豬肉跟我吃的豬肉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們中國領導 連喝的水都跟你不一樣 而且甚至你看 他們中國的醫院就說 有一位副審級的官員 受了外傷 副審級 就召集了整個頂級的醫生會診 甚至封了整個外科病房 所以你這個副審級就這樣子 然後還有什麼 葉劍英 他算是正國級吧 葉劍英就說 當年他身體不好 他們從國外申請用藥 然後在中國來說的話 什麼藥都可以拿到 然後中國沒有都可以從國外引進 甚至當時還找了很多國外醫生來看他 所以照理說 我跟你講 如果是強如這個李克強這樣的身份地位 你卻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他嗎 所以現在有人就說了 他會不會是收到類似是像 毛澤東對待周恩來的方式 周恩來要看病 結果毛澤東說 我們用別的方式看看病吧 Delay他的這個看者 所以現在當然有很多 年來也把中國共產黨過去鬥爭的事情 把它翻出來 所以更顯得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形 郭彩 時間真的這麼巧合吧 剛剛講當時胡錦濤 被請出了人民大會堂 他在請出人民大會堂的時候 到時候看上張照片 他就是拍了李克強 如果你從他整個影片 你還看不出那個感覺 他拍李克強的時候 李克強的表情嚇死了 結果一年之後 他居然就枉身了 而且不但是李克強往生 整個團派被團滅了 對 李克強被拍這個 被這樣一拍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想到 一年後發生的事情 而且拍完之後 二十大結束 沒有想到整個 曾經是中國最具權力的共青團 在那一天完全團滅 不只李克強沒有職位 連胡春華被封為未來 可能接班了 以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 這些共青團出身了 以及汪洋 全部都被踢出 政治局二十四難民 當時都認為說 胡春華是下一代的接班人 所以他在廣東 當省委書記的時候 當時 郭台銘還跑去 大量投資 就要去跟胡春華做關係 他這個明日之心 等於說團派 所有的明日之心 全部這一年都沒了 對 所以被稱為共青團團滅 因為你們連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 沒有一個有幾進去的 所以整個共青團 就在這一天一拍之後 不僅李克強 所有人都完全失事了 再也沒有在中國的 權力核心裡面 可是這一年 也讓大家看到 原來失去的這些共青團 被稱為中國 專門是從基層開始幹起 而且都讀書讀了 像胡春華 李克強是北大的經濟學博士 失去之後才發現 中國經濟原來這麼難搞 尤其是 你說在一年的時間 中國的經濟真的就下滑了 就從三千多點 你看上海上陣指數跌到不到三千點 現在每天都在打三千點保衛戰 胡錦濤在任的時候 股市曾經到六千點 甚至有機會看到八千點 那時候很多人說 再也看不到三千點 恆生指數是從三萬多點 跌到一萬七千點 台股再加把勁 就要跟恆生指數黃金交叉 我們要超過香港股市了 再來人民幣 匯率 那時候就要打七塊錢保衛戰 現在七點三 不要想回到七塊錢了 連七點五八塊錢都有可能出現 好的我們剛剛講到的 現在中國除了李克強逝世之外 他所有的成績 所有的照片 所有的攻擊 全部都被抹殺 為什麼呢 如果你這樣子整個看下來的話 那習近平看了以後 會非常的尷尬 而且李克強雖然被認為 是習近平任內最弱勢的一個總理 可是他很多事情 都是跟習近平對著 對他提出很多的所謂的經濟主張 被國外是大為稱讚 像經濟學人 他在2007年的時候 提出用鐵路貨運量 用電量跟銀行撥款的放款量 可以判斷經濟局勢 這個是李克強提出來的 後來經濟學人說 這個方法來衡量中國的GDP 是最準的 所以2010年被稱為李克強指數 然後很多外資說 這是李克強經濟學 因為他全力的發展民營經濟去幹桿 鼓勵民間企業來創新 所以他被稱為是中國最懂經濟 溫家寶之後李克強經濟學 而且2015年中國股災的時候 還是他去救股災的 他去救股災 那一次所謂的惡意放空 打金融貪腐的時候 中國發生的千家跌停 也是李克強去救股災 雖然沒有很成功 但是那時候又提出了中國製造 2025 所以他是中國的 真的是懂經濟的一個經濟學博士 雖然他沒有等於說 真刀真槍的大馬金刀的跟習近平整個對干 可是跟他講 他們在很多政策上面 隱隱約約是完全不同的路線 對他就用這條線來看中國的經濟 當中國經濟需要水來救的時候 就用水放進來 所以他就會跟著中國GDP 就會跟著所謂的李克強指數上升跟下降 這是北大經濟學博士 所以這些線很多小學生看不懂的 但是在對外商上 像二零一九年他跑去西安 鼓勵支持所謂的三星半導體 剛好跟習近平是相反了 習近平那時候普警惠 南韓布置薩德系統 他全面封殺韓國企業 而且警告韓國企業 他兩個完全對著做 而且現在習近平要求 你要必須服從我的中國價值 北京規則你還可以來投資 但是李克強一樣 我堅定不予的支持外商 接下來對民營企業也不一樣 他一上任就找 你看這是馬雲 這是吉利汽車李舒福 到國務院堅定不予的民間企業 支持民間企業 但是習近平主張是什麼 防止資本無序的擴張 然後推動共同富裕 所以這些人全部都重見落馬 再來是疫情發生的時候 他不是說六億中國人收入不到一千萬 一千塊人民幣嗎 所以他那時候知道疫情的時候會很嚴重 所以他推出地攤經濟 希望能撐五千萬的就業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北京市委書裏 蔡奇就說地攤這個不符合城市形象 就把他掃蕩了 所以就會發生 他的地攤經濟 被習近平完全給推翻了 好的 剛剛講到的 在很多的形象上面 習近平難怪 他會覺得李克強是威脅 李克強是非常庶民的 向他推地攤經濟 他向他知情民的經濟 所以他一路走到災難的地現場 或水災的現場 所以都會看到總理的鞋子都濕了 身邊的人鞋沒濕 但是只有總理的鞋都濕了 他的親民形象是做得非常成功 那這一點跟習近平完全不一樣 你看習近平出訪的時候就是這樣 完全是擺一個中共的官樣 官的 周邊都是安排的人嘛 剛剛講的雖然這些照片 這個讓李克強受到了嘲諷 只有你的鞋子是髒的 你旁邊的人怎麼跟鞋子是乾淨的 可是我就是懂得作秀 我就是懂得做給老百姓看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難怪很多人剛剛講的 莫高窟那個畫片 我如果是習近平看了 我也很不高興 他到了莫高窟講說我是低調的 我是沒有做任何的宣傳 我去了以後 很多人看到我之後 居然高喊總理好 所以就走到現場 走到民間的第一線 而且關心庶民經濟 所以在脫貧上面 大家都會想到李克強 當股市跌到了3000點 把衛戰友打架 突然間懷念起一年前的李克強 好是 你說今天李克強這個狀況 也要跟北戴河會議綁在一起 因為北戴河的時候 習近平的權威受到了挑戰 他說傳說連池浩田都跳出來 指著習近平的鼻子罵 可是你要取代習近平 你要有別的逃狼 你要有其他的人 就剛剛講得到 大家當時期待的就是李克強 對 期待的李克強不到沒多久 對 就過去了 好不好 事實上我必須跟大家說 一個獨裁者 或是這個國家領導人的時候 他其實最怕的是什麼 要有接班人 要不然誰呢 會取代我的時候 那個絕對是最大危險 那你放眼全中國來說的話 目前誰能夠取代習近平 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李克強 真的假的 因為只有李克強跟他的團派 如果真的習近平的人馬下來的時候 可以全面取代之 就是只有李克強 所以李克強呢 他就必須要消失 這個他不再對習近平來說 是更加安全 為什麼這樣講 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從這個今年 不是這個目前 我前一陣子日經都出來報 就今年的北戴河會議裡面 習近平被炮轟 尤其是以什麼 以這個包括說像這個 這個曾慶紅 還有慈浩田等等為主的 炮轟這個習近平 就是說你把國家搞成這個樣子 你看 然後把他罵得臭頭 然後因為你這個習近平 本來想要這個動怒 但是看到慈浩田在那邊 就沒有動怒 不敢動怒 他被罵得很慘之後 聽說他下來之後 不是發脾氣 一口氣把這個過去的三任領導人 全部都罵了 他說為什麼把責任推給我 可是從那個之後 你就可以感覺到 完全不一樣的 殺氣騰騰了 你說是我的責任 我就說不是我的責任 他就開始這樣 秦剛 李尚服 還有什麼過去 反正你只要跟貪腐有關 或是過去可能跟什麼 江派人馬很多了 我全部把它斷掉 最近兩個人最明顯 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許家印 許家印我們就講 許家印他過去就是誰的人 他過去就是江派 改革開放那些人 你要說我搞砸房地產 不好意思 是他搞砸的 另外第二是什麼 最近不是郭董被查碎嗎 郭董也是一樣 改革開放 他那些東西是誰弄下來 不是我嘛 這個過去都是 不是我弄的啊 你們要怪 什麼工作機會沒有 萬一到海外 不是我的問題 是過去你們就做錯了嘛 所以他破冠破摔 對好 那破冠破摔的話 那當然了 聽說在那時候的時候 中央領導人有一個 醞釀一個氛圍 什麼分文呢 就是要席下李上 所以當時有一個叫做 席下李上的這個狀況 那結果那 因為席下李上的時候 李是誰 李克強啊 李克強居然是 有一股力量在拱這樣狀況 那我當然了 要怎麼做呢 清洗的話 就是一定要把李克強也清洗掉 而且這一份文章 要講聯合早報 就特別在8月21號的時候 問題在經濟 根子在政治 問題在經濟 就代表你現在經濟有問題 對 8月21號你丟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李克強跑到莫高窟了 對 所以我才說嘛 這裡面來說當然有非常多的 這個政治氛圍 導致這樣的狀況 那尤其是因為呢 過去幾年的時間裡面 李克強就是擺明了 他也跟習近平對著幹 譬如說習近平說這個 全民就是什麼脫貧災貌 他就要這個李克強就要說 哪有很多人這個 一個月領不到一千塊人民幣 這六億人領不到一千塊 然後我要搞地攤經濟 然後你習近平在搞這個 所謂的封控 我要動態清零的時候 李克強勸他不要 那譬如說你在搞這個時候 一帶一路 李克強也勸你不要 全部都是反著做 路線不同 我就講嘛 慈浩廷跟曾慶永炮轟你 那不是就是說你的路線錯 那你的路線錯 代表誰的路線對 李克強路線對 那所以現在還要清理誰 所以如果你看到 這一段傳下來之後 今天李克強的死 你一撿都覺得不會意外 好所以董事長 剛剛講到的 今天央視早上8點鐘 就公布了李克強的一個死訊 他在什麼今天的凌晨 我按20分 臨時20分 往生的 真的這個發佈的時間 非常不尋常嗎 而且在發佈的時候 我的普告居然後發 這個居然是跟胡耀邦一樣的 甚至剛剛講 他是68歲 我們就算過他的鄭國籍 這麼多年來 慈浩廷年紀多大了 那剛剛講的那個包括那個誰 朱容金年紀多大了 還生龍活虎的 這兩件事情 所以我要講 我們到老年人 有一種病就是心臟病 心臟病跟老神經的病 這兩個最容易猝死 就突然間死亡 就老易血啊對不對 然後心臟病 因為我們人有三條血管 其中一條阻塞住 搶救助理不當就走掉了 他總共就是你剛剛講過黃金六小時 黃金六小時 但是以中國現在的醫療技術 應該這種情況是救得回來的 因為這個不難嘛 不困難 因為心臟是一個心臟要 心臟是一個很大的一塊肌肉 你要他完全整個心肌 完全整個阻塞住 停止活動 對 或是完全壞齒 要花很長的時間 因為他裡面要供應血液啊 讓他換 讓他交換 這是有救援的黃金時間的 對 六個小時裡面 經常救得回來的 我在醫院服務的時候 結果就心臟梗塞完了 把他救回來了 好 我們再談到 最後他在上海這個事情 搶救無效病逝 那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就是他中共的高層的規定 但是我聽說 中共對老這種高級高層的治療 需要特批的 你說你現在馬上送醫院 對 有個什麼特別狀況 其實他會要報給所謂中央領導 等一下 你如果今天發生事故 你心肌梗塞 你送到醫院 醫生救不救 要跟黨中央報告 要報告 而且我聽說 過去在毛澤東的時代 你能不能夠開刀 能不能治療 能不能夠用藥 像劉少奇當年 最後好像是癌症什麼病 對 他就不敢用藥 不用藥 他不准他用藥 他就把你活活生生的 劉少奇這個癌症就掛掉了 彭德懷也這個樣子 他就跟你 所以這個用什麼藥 是用我們中國的藥 還是要進口的藥 哪一個級別的規定的醫療規定 過去在毛澤東時代 要特批的 都要他個人特批 所以你要開刀 也要他同意 你要想要活 要我同意 你想要死 也不可以死 也要我同意 這毛澤東時代的權威 所以你今天發生的事情以後 你要送哪個醫院 你要哪個醫生負責 然後這個醫生要怎麼做 要黨中央批示 要報告 要報告 所以這個搶救 當然一定是做個當時的搶救處理 所以如果說 在等特批的過程當中 你應該要打 我們現在很講 心肌梗塞就是血液 血管堵塞 血管堵塞 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這個很容易 血管堵塞 我們只要用這個 所謂的侵入性治療 通一通都可以把它通好 這個不是什麼很困難的東西 但是我是覺得很意外 因為中共這種高層 會有這種所謂的 他沒有講心肌梗塞 他說心臟病突發 那心臟病突發是什麼意思 因為突發就是心肌梗塞 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個就是心肌梗塞 他就是臨時突然間發生狀況 那以中國的這個醫學 他們現在換新的人力非常強 在亞洲也是排名前列的 因為他的來源 他的Donner 他的捐贈器官來源不缺 他那個目前沒有公開的登記的這個資料 這個中共一年槍殺槍斃 這執行死刑人口數還有一萬五千人 所以有一萬五千人的話 你有他後面有很多器官 可以去像心臟或是重要肺臟 這種重要的器官的更換 一般在國外等不到